18世纪的英国画家根斯伯罗 最具代表性的画作之一 蓝衣少年 在美国每年吸引百万游客参观 他在离开英国100年后 1月底强势回归伦敦国家美术馆展出 The Blue Boy by Thomas Gainsborough returns to the National Gallery 100 years since he was sold to American railway magnate Henry E. Huntington 1月25日 英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蓝衣少年》回到伦敦国家美术馆展出 这幅由18世纪肖像画家根斯伯罗创作的作品 1922年在英国展出后不久 就被美国铁路巨头亨廷顿收购 百年来一直在洛杉矶的亨廷顿艺术馆展出 已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大师画作之一 这是亨廷顿艺术馆 首次出界蓝衣少年 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馆长说 这幅1770年的画作 令人想起17世纪宫廷画家范黛克的辉煌 为了展示范黛克对根斯伯罗的启发 国家美术馆将范黛克的作品 以及根斯伯罗的另两幅画作 与蓝衣少年一同展出 策展员莱丁表示 蓝衣少年的真实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 却让这幅画穿越了几个世纪 为后来的艺术家提供灵感